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小长假,电影市场最大的赢家非常金湖莫属,这部以抗美援朝战争中长金湖战役为背景拍摄的电影,通过大荧幕向大家讲述起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 不过,大荧幕终究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达,哪怕是曾经美国拍摄的关于这场战役的纪录片,都远不及当年真实战斗中的惨烈绝望。 1950年,在这片总面积54.2平方公里的人工湖边,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下,与美国最精锐的陆战医师展开了一场长达20天的艰苦战斗。 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十天中,作战的中国军人们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 说起长金湖之战的前因,大部分原因来自于美军五星上将麦克·阿瑟的傲慢。 1950年9月15号,麦克·阿瑟率领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,美军第十军在仁川登陆,之后南北夹击,对朝鲜人民军进行了围剿。 10月初,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,平壤失守,美军此刻计划趁热打铁。 麦克·阿瑟将军公开表示,金日成跑到哪,我们就打到哪。 但就在他下令要求精锐部队挺进长津湖地区之时,他眼中的农民部队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。 就是他的冒际,几乎造成了美国陆战医师的全军覆没。 其实,麦克·阿瑟面对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锐之师,翻号为九兵团,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的一纵、八纵与九纵。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,这支部队在鲁南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的快速纵队,又在孟良固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的七十四师。 在淮海战役中,围追杜玉明,并最终成功解放上海。 宋十伦是第九兵团的司令,原本是驻扎在上海附近进行军事训练,为随时解放台湾做好准备。 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不断向边境推进,兵团改变了在沈阳集结修整的原计划。 主席与抗美援朝总司令彭德怀直接下令,将界,长津方面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,以诱敌深入,循击各个歼灭为方针。 此时,已经登上火车,向沈阳进军的九兵团一路未停车,直接开往了压绿江边。 而电影《长津湖》就是从此刻开始讲述的这段故事。 尽管九兵团是中国解放军的精锐编队,但是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来比,还是相当的实力悬殊。 当时的美军早已是全机械化装备的现代化海军陆战队,不仅武器装备顶尖,坦克、战车与火炮齐全, 同时还拥有空军的侦察、火力与补给支持。 从弹药、粮草以及运输补给上全方位占据优势,美军的食物补给有肉、蔬菜、水果和奶制品。 而回看我们的第九兵团,虽然人员完备,但是武器上却参差不齐。 从汉阳造到日本式,还有缴获的国民党的一些装备。 而因为战略调整,未能在沈阳集结的他们,更是缺少可以抵御极度严寒的棉服。 而志愿军在七天的口粮炒面之后,只有依靠被动到咬不动的小土豆。 就是这种悬殊的差距,九兵团依靠强大的意志,与美军开展了20天的残酷战斗,甚至于差点就赢下了这场战斗。 中国志愿军的总攻在11月27号下午4点展开,夜幕降临后,志愿军的第四兵团第20、27军发起了多次进攻,并沿着长津湖至谷土里的公路全面埋伏起来。 美军的第五、第七以及第十一路战团被志愿军第59师、第79师以及第89师全面围攻。 同样,第31团战斗队在新兴里被志愿军第80师与81师分割并伏击。 志愿军的第60师从北面包围了谷土里的陆战一师的部分队伍。 不过,当战斗被拖延到12月份,天气进一步严寒,加之解放军物资耗尽,而美军依靠自己的空军力量不断投递补给,艰难续命。 不过,这场战役中,志愿军也伤亡惨重。 根据技术,由于物资和补给的缺乏,志愿军在地面战斗遭遇空袭,及严寒的天气里伤亡较大。 由于没有适当的预寒服装,志愿军的战斗力因为大批士兵被冻死冻伤而被严重削弱。 大部分志愿军耗光了在过江时随身携带的弹药,而且食品也供应不上。 其中,冰凋连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场狙击中,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第242团第5连在冲锋时受到美军火力压制, 全连成战斗队形沃倒在雪地上,除一名调队战士和一名通信员外全部动亡。 美军指挥官在面对这一幕时,也向这一连队敬礼之敬。 之后,战友们在该连战士宋阿茅身上发现一首绝命诗。 战争的残酷就在于,虽然这场战役对于中国志愿军来说属于一场胜利, 但同样基本也付出了几乎全军覆没的伤亡代价。 71年后,战火早已离我们远去,当今天我们回顾战争, 在电影院回顾这段历史时,我们才知道,和平是多么的可贵, 而我们又是多么的幸福。